好,來了來了來了 嗚~~~直接打Boss喔 哈囉各位究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異變,我是老頭Ottoman 今天呢,我們的方舟異變最後一集就是要挑戰我們這個DLC裡面地圖的本大Boss 很特別的是,這一次DLC裡面的Boss只有一隻 應該是說拋開以往的 拋開以往的這個地圖呢 其實每一隻地圖以前都是總共那幾隻都遇得到 可是只有在異變這張地圖,唯一就只有那一隻Boss,就是比較特別啦 就是說,這個Boss目前在其他地圖應該是不會遇到,只有這張地圖才會遇到,而且神器也不一樣 這邊的神器只有三個,別的地圖的神器至少七八種 就是感覺這個DLC就是一個額外外傳的那種感覺啦 但是也不算是外傳啦,因為基本上它是有照著它的故事劇情在走的 那如果你們對這故事劇情有興趣,你們可以自己去上網看一下 好像...我印象中好像還蠻有趣的 因為上一集我們打敗那個監察者吧 那個監察者就是看管那個...中星島裡面的那個...算是管理員吧 打爆他之後我們就被傳到這邊來了,類似啦 就是有點類似就是好多張...好多張地球...好多顆地球 就是被拿來當實驗品,人類滅絕,然後外星人在...在俯瞰這個世界 在進行人類研究,類似這種東西吧 反正...如果有興趣自己去看,好不好? 好啊,那我們廢話不多說啊,我們趕快把神器拿起來 好,我們準備要去好好的大幹一番了 好,我們那個材料都準備好了 它這個呢... 召喚...召喚...應該是說進去副本需要的材料 基本上也是跟那個... 應該是說...基本上也是有分三種等級啦 那我們就挑戰最難的 不過老頭進去應該是開Guard模式啦 好,因為畢竟你不開Guard就是被玩假的 所以說我只想要去裡面讓各位兄弟們可以看清楚他的樣貌 以及他的攻擊模式 就是有點類似去觀光的感覺 我們並沒有真的要...不靠這種作弊模式衝進去 我主要就是把這個畫面帶給你們 如果你們要自己親身體驗去挑戰 可以給你們當參考依據 你們就覺得說,哇,這隻的話可能需要動用多少人來幫忙 但是老頭只有一個人 所以說呢... 呃... 不用這種Guard模式跟他興趣的話 我告訴你,你絕對看不到最後的畫面 因為我打不贏好不好 我先承認,我不可能打得贏了 好不好,那麼待會呢 我東西都帶齊了嘛 然後我想一下 我應該會先在我們這個... 阿木二代目啊 阿木二代目啊,就是那個死神 我應該會先... 他有那個傳送嗎? 他有傳送 我應該會先就是把他放在這裡 然後... 基本上那個地形不需要燈泡拳了 我們今天就帶著我們的這個死神 進去...進去那個副本 來跟他單挑一下 雖然我開Guard啦 也不算單挑啦 就算光光 好不好 那在這之前,我們先用我們的岩龍 到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的坐標 我現在告訴你們 呃... 坐標的好像是... 唉呦... 笑我笑,坐標我從後面這樣 那個坐標的位置是... 四... 四幾啦,我看一下 哦... 坐標的位置是... 四四點二 四四點二 四二點二 哦... 其實還蠻近的 好不好 那我們不要不說 吼... 我們就把... 用我們的岩龍飛過去 飛過去之後來蓋一個傳送門 這樣方便多了 然後我們再把我們的二代目傳過來 剛好我們傳送門剩一個啊 剛好我們傳送門剩一個啊 OK,我們現在差不多也快到了吼 現在四... 四一多 我們到四四點二 然後再來四四... 四二點二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記得我們上次曾經來過的樣子 應該是這裡吧 不對,這是... 這是... 這是家 我們上次以前 曾經好像在直播的時候 有來到這個地方過 不過... 好像只有來一次而已 並不是非常的... 非常的有印象啊 欸... 居然是在這裡喔 哇... 該不會在下層吧 蛤... 在哪裡 前面那個地方嗎 不太可能 而且我們要不要下去啊 看一下 四四點二 四... 四... 四點二... 四二點二 感覺在下面的樣子耶 我們下去看一下好了 我們下去看一下好了 喔唷 在哪裡啊 會不會是那個大平台吧 應該不是吧 喔,越來越下面喔 喔,卡住了 唉 啊,要輻射 嘖 嘖 輻射我要戴一下帽子 我的天啊 不戴帽子會死 好了 怎麼感覺越來越歪啦 這裡吧 對啊 這個地方是偷蛋的地方呢 欸 可是不夠感覺好像是這裡 因為我們之前來偷蛋的時候 就遇到了嘛 馬上超過了 對啊 不是說四四點二嗎 這個歪掉 走回去走回去 現在倒扣了 應該在前面 應該是前面那個吧 沒關係我們去看看 靠 炎龍都全部跑過來了 炎龍大哥跑過來了 不要鬧了,炎龍大哥 不要,我很忙啊 哎呀,走開 很忙耶,在那邊亂 我又沒有要偷蛋在那邊 應該是前面那個藍色的區域喔 應該是應該是 我們應該到了 就前面那個地方啊 找到了找到了 就是這裡啊 I got you 來囉 我們到了 哇這邊有多炎龍喔 各位親戚們 不要兇 不要兇 各位 不要攻擊我 拜託我們到了 就這裡了 我來囉 哇好多,好多 好多炎龍在這邊爬去喔 呵呵 就是這個啦 上次來過啦 哎呀 無名怪全部衝過來了 以為我沒有帶燈砲拳 來清一下,來清一下 好了應該不會再來了吧 好了喔 欸你幹嘛去哪裡 回來 請你回來不要動 好了我們到了齁 傳送門弄一下好了 這裡被阻擋 應該要蓋下面那邊 這裡地方不能放置 非常好 靠北又來了 拜託可不可以讓我好好的講解一下 一直來 別鬧了喔 好 就是這個地方了 那首先呢我們先把我們的 靠北一直來啊 真的是有點神煩 你知道嗎 我們的那個在哪裡 我們這邊不是有那個 在這在這裡 下去啦 不要過來不要過來啊 歡喜啊 給我滾下去 聽話 好的 好的喔應該不會再來了吧 OK這就是我們的東西 還來啊 那邊 再這樣子我要壞裝了 說真的 好煩啊 我真的帶 帶燈泡犬來好了 可是這裡沒有傳送門 我讓我好好講解 好了別再來啦拜託 有沒有他這一樣有分三種等級啊 初級就三股神級 孩子來 唉 受不了 加油去找他 非常好 喔 他有分 低等 中等跟高等啊 那我們基本上直接去挑戰高等就好了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 我們把我們的阿末二代目 喔 拉過來 把他帶過來 非常好 待會就直接這樣傳送了 然後這隻炎龍呢 怎麼講 炎龍基本上我應該是 會把他帶回去 我應該會把他帶回去 好不好 就把他放回家吧 有需要再把他召喚過來就好了 叫我傳到嗎 喔有了他走了他走了 OK 好啦你就繼續咬吧 繼續裝逼吧 然後基本上呢 就是我們應該直接挑戰最高啦 他所需要的是一些阿法的毒吸 阿法的毒吸牙齒 阿法的這個巨蟹怪的 觸手 喔不是觸手 類似像是爪子 阿法的這個 國王的這個 皮之類的 好不好 反正這些材料我全部放進去了 大概就是這些 喔應該 應該夠吧 我都放這麼多了 有了 然後毒吸 這個200 三個神器 有了吧 喔還差 還差炎龍羽毛 炎龍羽毛 有 毒吸零片 有了 OK 準備開始召喚了 走開 不要再咬了 好開尬的模式喔 我們準備要傳送了 基本上應該是 去觀光的啦 沒有真正要正面對決阿 不然真的會死很慘 死超慘的那一種 來吧 最高難度 我東西都有拿回來嘛對不對 有了傳過去了 最多只能傳20條訓服的恐龍阿 所以說到時候你們去打 你們自己就去參考一下 要如何PK OK 好來了來了來了 喔 直接打Boss喔 哇 すごい 血有一萬 十五 十一萬 喔 夭壽喔 這麼大隻阿 喔還要攻擊我 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 我建剛開始打向他先打他們的觸手的樣子阿 是不是 我看一下BGM好了 BGM應該滿好聽的 我們看一下 聽一下 攻擊攻擊 哇這個 喔靠為甚麼我直接壞裝了 我不是開教練嗎 我要死了 欸我不是開教練嗎 喔 欸我裝備直接爆欸 要把他觸手給咬掉啊 這個攻略的打法就是要把他的觸手給用掉啊 他的觸手目前呢 我的裝備狂壞 壞掉應該是沒差啦 要怎麼看觸手 不是不是這個 我為什麼死掉了大哥 我只想看他的觸手啊 咬咬咬最後一個 咬咬掉了 完了他的血距離還有一半在咬多久天啊 快點快點快 來不及啊 超級來不及啊 他要潛下去了 欸 喔 開始 開始召喚了 居然開始召喚收割者來啦 快點還要等 還要等那麻煩 快點快點快 我覺得我們應該跑速點高一點 增加機動性 這樣子打比較快啊 對就大概是這樣子 這樣比較好走到平台前面去攻擊他的心臟啊 不然的話我剛剛那130走過去只能咬一下而已啊 只能咬一下而已沒用 喔這樣快多了快多了 快點快點快點 沒有怕沒有怕 下去 喔呦 哎呦喂呀 搖 瞬現在 攻擊 哎呦 喔有有有有 現在可以咬三下了 登登登登登登 要贏了要贏了 準備要大勝利了 哦耶 哦耶 baby 準備迎接大勝利啊 哇 哇 第三階段招 直接開始召喚怪物越招越多 呵呵 哇 如果是一個人來這邊應該是打不贏吧 穩死啊 絕對穩死 衝喔 直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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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先帶撐先帶 應該可以 一次秒掉 來不及了 我才咬一下而已啊大哥 最後了 這次要快點 咬了快跑 我跑 心臟是我的 攻擊攻擊 有有有有 這一下贏了 哦差一點 我恨啊 我恨啊 要贏了要贏了 去死吧 就這麼一下 讓我咬快點 GG 咦 呀啊 贏了 嗚喔 勝利 哇 贏了 贏了 哇 這什麼 準備要傳送了嗎 我要被傳走了 要被帶走了 哇 哇 被帶走了 要離開這個地圖了 我們要走了 嗚喔 超酷的 登登 哇 嗚喔 要去下一張地圖了 哇我的手 我的手不見了 怎麼會 哇 新的輪迴 我們到了這張 新的地圖 這應該不會是 最後一張DLC吧 還有一 還有一張DLC 哇哦 這裡是怎麼了 崩壞的焦土大陸 哦 哦作者買伏筆哦 他買伏筆哦 哦登登登 結束了 結束了 哇哦 實在是太酷了吧 結束了欸 那有沒有獲得什麼東西啊 我再繼續看一次好了 欸重新開始欸 我轉身了 有沒有轉身了現在多這個符號 加15等的等級上限 直入一個更高等的晶片 然後我們東西都 包包身上的東西還在 哦獲得這個啦 恐龍頭盔可愛的好可愛哦 什麼辣椒皮膚頭 還要獲得什麼 還要獲得什麼東西 沒了吧 哎呀這個好可愛哦 水踏面具 哦原來打爆炸可以獲得SKIN 四個哦 骷髏面具 好好玩哦 我們來戴看看好不好 哇 尷尬了 我們做一個簡便的好了 哦這裡剛好可以做 嘿嘿 來玩一下來玩一下 欸那這樣燈泡拳也可以玩欸 我們給燈泡拳帶一個好了 燈泡拳也能帶啊 哦還獲得這個呢 這什麼 這是 啊這個 這個獎勵杯啦 然後跟棋子啦 打爆這個 羅克維爾 打爆他拿到那個頭啦 對啦沒有錯 啊我們的帽子咧 咱們的帽子在哪裡 我們不是做了兩個嗎 在哪邊 Hello 好在這裡 我們來試試看一下這骷髏面具 好好笑哦 變這個樣子 還長鬍子有沒有感覺怪怪的 我們換一下 可愛恐龍頭飾 哈哈哈哈 So kawaii 這是一個彩蛋吧 一個很鳥的彩蛋 這是搞笑用的吧 還有什麼 我們還有個什麼沒帶 哦這個水踏的 一定要這樣子嗎 我們燈泡犬在哪裡 我們給燈泡犬帶一下好了 燈泡犬在哪邊 找到了 你在那邊給我裝可愛 試試看啊 哈哈哈哈 哇賽 這也so kawaii了吧 你看 瞬間萌化了 好萌啊 好吧 那我們今天這個方舟意變的連載 今天差不多就這裡結束了 那未來的話不排除 可能就是直播一些日常 蓋蓋建築物跟各位聊天 基本上這個方舟意變裡面所有內容 大概八九成全部都結束了 那很高興這個各位觀眾 一路以來的這個觀看 一路以來的支持 那這個系列就這樣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一個訂閱 右下角一個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有機會 一邊再見啦 掰掰 掰掰